四十好幾年 四十好幾年 三十好幾年 تم擠 Việt地的派 三十好幾年 四十好幾年 那么主要就是 把我们同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到的一些问题讲一讲 还有我们其中的问题 我们讲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证明一下 二元函数的态度方式 我先申请一个空白页面 大家知道我们前面的 这一个 就是二元函数 那个利用态度方式 我们不是证明了 二元函数的数点 什么时候是极止点 什么时候不是极止点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就用到我们 二元函数的态度方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二元函数的态度方式 应该是如何来写 先擦开一张 开上来 好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给一个二元函数 假如说这个二元函数是 Z等于Fxy 我们呢 要在X0 Y0点 也就是说我们记得一个70点 在这一点的话呢 将它展开成开的公式 那么条件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呢 也没有说要展开成几节的 那我们就是 满足我们需要的 这个微分的接触 好吧 满足这个N节微分吧 或者说是N加1节 偏导连续 好吧 N加1节 偏导连续 那么这地方呢 偏导连续呢 指的是在它的某一个领域里面 成立的 或者说呢 我们用这一个数据符号来写的话 那么就是Fxy 那么属于 C N加1 然后的话呢 在P0的某一个领域里面 满足就可以了 在P0的一个领域里面 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给出P0点的 N节的开的公式了 那N节的公式我们如何来写呢 我们在这边呢 画一个图 看一下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停电直角坐标系 这是Y軸 这是X軸 这是坐标圆点 这是P0点 好吧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我们是满足双数的条件的 那么现在 我们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任意给一个P点 这个P点的坐标呢 给成X1 这可以吧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F在P点的 这个函数值 那么展开成P0点的 它的公式 怎么展开它呢 我们充分地利用 二元函数 与一元函数之间的关系 记得在前面 我们刚开始讲 第九章的时候 就说到 二元函数 我们只需要把它 限制在一条曲线上面 是不是它就变成了 一个一元函数 对吧 所以现在的 直接的想法 也就是说 我们把P和P0点的 这个连线呢 给它连接起来 我们在这个线站上面 我们来考虑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的这个开理公式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P0的 这个线站 那么它的参数方程 我们给它写出来 那么写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知道 参数方程的写法 首先的话呢 过了一个点 是吧 以这个X0Y0点为7点 然后呢 我们就是在这上面的点的 认定一点 这个点的话呢 到P0点的这个距离 我们给成一个7 给成7 那么就是7 再乘以一个多少呢 这地方的XY 指的是这地方的XY 并不是说我们这地方的 固定的这个XY 所以这个坐标的话 你这个写法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改写一个字母吧 这个继承XY1好了 这边的话 继承XY 那么就是7倍的 X减去一个X0 对吧 再加上7倍的Y减去一个Y0 那么这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线站上面 写出来了 它的这个参数方程形式 其中参数T的范围是 大一等于0 小一等于1 对不对 等于0的时候呢 它的值呢 恰好是谁啊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对应的点刚好是P0点 T等于0对应的是P0点 而7等于1的时候 对应的就是这个P点 P点 这个就是X0Y0了 这个对应的就是XY点了 XY点 好了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线段呢 它本身呢 就是在这个相应的领域里面 所以这小的话呢 当然我们函数 二元函数呢 在这个线段上面 你就会定义了 所以呢 我们就给出一个复合函数 这个复合函数呢 就是谁呢 FX1 FY1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签的这个值呢 带进来 那么得到的就是X0 加上T倍的 X-X0 再加Y0 再加上T倍的 Y-Y0 是不是就得到这么一个 复合过后呢 是一个一元函数吧 对不对 这个一元函数的话呢 它的这个取值代理 仍然是在0到1之间 0到1之间 而且的话呢 根据外层函数呢 是N加1之间的连续的 而内层函数呢 本来就是T的一个一次多量式嘛 既然是一次多量式 那么说明它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无穷次可谓的 无穷次可谓 那么两个复合过后呢 得到的这个一元函数呢 它至少呢 会具有N加1阶的 这个导数 N加1阶的导数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函数 FX-EY1 那么在T等于0的时候呢 给它展开 T等于0给它展开 而且这个函数呢 我们再给它呢 另外一个记号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一元函数了 把它寄成一个费器 好吧 寄成一个费器 注意啊 费0的时候呢 就是对应的是 FX0Y0 T等于1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费1 那么就是FXY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你把它的对应关系呢 搞清楚 好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写它的代理公式了 费7 在T等于0的时候展开 那么就是费0 再加上费1-0 乘以7 再加上费2-0 然后再除以2的阶层 对不对 再乘以7的平方 继续呢 把它加下去 一直加到N的阶层 N的阶层分支 费的N阶导数 在0处的时 乘以7的N四方 再加上余项 好吧 这地方的余项呢 当然我们可以写成 拉格朗志余项 也可以写成皮亚乐余项 没问题吧 对不对 这个余项呢 我们暂时呢 虽然先不太关心它 那么你要写着照就把它 按照一元 还是得形式写出来就行了 那么大家看到 上面这一个式子呀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相应的费0 费1-0 费2-0呢 一次呢给它找出来 那么要找出来 首先呢 应该先把 排数的形式呢 搞清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带进去了 那么费7的表达形式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写着呢 费7就是这个样子 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马上就知道费0等于谁呀 是不是就等于Fx0y0吧 对吧 这是一个了 好 第二个 我们再继续写 那么下面 我们要求费1-0 那我们先求出费1-7来嘛 费1-7的表达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根据这个 全导数的这一个求导公式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写一下 这些是F关于第一个变量的导数 再乘以第一个变量 YP的导数就是它了 再加上F关于Y的导数 再乘以Y结尾年 所以这需要的话呢 我们看看 写出来的表达形式呢 就是这个 我稍微写的复杂一点 FX 一文 X 对于T 这一个凡数 再乘以X-X0 再加上F2一写 那么这时候它的变量是 我没写完 后面还有一半是吧 后面这一半呢 把一个字符号算了 太长了 X0加上一个T倍的X-X0 那么还有一个是Y0 再加上T倍的Y-Y0 Y-Y0 再乘以Y-Y0 是不是这么长的一个表达形式 这么长的表达形式 我们就来把P-0的话 给它给出来 当T等于0的时候 大家就会注意到 这是什么东西呢 T等于0这一下是0 这一下也是0 那么就剩下X0Y0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明 是这一个函数 关于第二个变量的天导数 还有前天是关于 第一个变量的天导数 再乘以一个形式 对于二元函数本身来讲 它的第一个变量的导数 不就是关于X的天导数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把它还原 写成这个样子 就没问题了 再乘以X-X0 然后再加上F1 再X0Y0点的值 再乘以 按Y-Y0 这个算起来 好像并不太困难吧 等于到一节导数 复合函数一节导 二节导都是我们要求 必须要会的 对吧 好 那么下面 我们要求 在2.0的时候 是不是对这一个式子 还要关于T 再次求导啊 那么求导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注意到 像这个 X-X0和Y-Y0呢 那么四式上 与T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只需要是 对这一个 和后面的这一个 是不是关于T 再次复合求导 那么就再求一遍 再求一遍 再求一遍的话 里面的电量 不太那么详细了 不太那么详细了 所以贩2.0 那么就等于谁呢 我用一个蓝色的画一下 我们现在 点错地方 认认真真地点个蓝色的 好 那么就首先 对这一项的话呢 我们再次 关于T来求导数 关于T求导数 好 求出来 那么就是F1 一遍关于第一个电量 再次求导 再一遍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电量形式呢 跟原来是一样的 还要再乘一个 X-X0 在这地方的这个 乘在一起 那么就是一个平方 完了没 没完吧 是不是还要关于 第二个电量要求 是吧 所以就有F12 两遍 里面的电量呢 是一样的 那么就要乘以 X-X0 还要乘以一个 Y-Y0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小呢 第一项求完了 第二项呢 类似的 F21-Y0 第一个电量求导数 它原来后面 是个Y-Y0 我还要再乘一个 X-X0 好 第二个 然后呢 F21-Y0 再21-Y0 那么这小呢 它后面就要乘的是 Y-Y0的平方 是不是这个形式 好 这个形式一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呢 再加T等于0呢 带进来 T等于0带进来 注意到F21两遍 那么它里面剩下的变量 跟刚才一样 是不是只剩下X0 Y0了 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 也都是一样的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小的话呢 求完二遍导数之后啊 那么对应的 这个F两遍0的记号 那么写到哪去呢 好像上面还有一点空的 用这吧 F两遍0 那么就等于 FXX 再X0 Y0点的值 乘以 X-X0的平方 注意到 混合二级天导数 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把中间 两项都定在一起 这就是两倍的 FXY 那么再X0 Y0点的值 再乘以 X-X0 乘以Y解Y0 安排完好长啊 最后还有一个是 FYY 是吧 在X0 Y0点的还是值 再乘以谁呢 Y解Y0的 请说 其实是这么个 二级天导数出来了 对吧 那么一次的推 我们就一直的话呢 要推导到 这个F 0 N这个地方来 一直要推导到 这个地方来 推导到这个地方来呢 那么也就是说呀 你如果一直加息下去 大家就会发现 越写越长 是吧 既然是越写越长呢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把这个记号的话呢 给它简化一点来写 简化一点来写 那么大家来仔细观察 这地方的 F1P0里面的 这个表达形式 和F2P0的 这个表达形式 这个表达形式的话呢 就发现 你关于X球档 你后面是不是 一定要乘一个 X-X0 对不对 关于Y球档的时候 一定要乘一个 Y解Y0 而上面关于Y的 二阶导数的时候 是不是称的是 Y解Y0的平方 对吧 所以这小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的话呢 给它简化为这个形式 我没地方写 我落在上面去 对吧 它写成这个样子 偏偏X 对吧 它后面呢 这小子是中用在F 在P0点的值 那么再乘上一个 X-X0 再加上一个 偏F 偏Y 那么在P0点的值 乘一个Y解Y0 我还没有解化 对不对 那么这小子呢 为了解化起来方便 把那个X-X0 落在前面来 偏X写到这儿 Y-Y0写到这儿 那么偏偏Y写到这儿 扩起来 整个的 作用在函数 在P0点的值 扎写是不是容易一些了 对吧 我们同学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起到前面去写 你把这个像 你最后不是 跑到这个算子的 前面去了吗 因为算子 它有一个特点 像这种算子 是左中用的算子 你如果写到后面的话 将来还怪这一像 出导数了 所以担心 不要写 不要写反了 所以写到前面去 好了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表达形式的话 大家看看 这个二阶导数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写成了 什么样子 千千X 这叫前面 也有个X 再加上Y解Y0 对不对 千千Y 它是几节的呢 二节的呢 平方之后 最后在F 在P0点的值 那我们同学说 你这一个是什么意思 你把它这个平方的话 就理解成两个算子 相成嘛 就是这个算子 最后它这个算子 本身上面来 你来看 它是不是 它上面的一个 表达形式 对吧 那么以此为P 以此为P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 就将N解导数 也可以用加的一个算子图号来表示 算子图号来表示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的 这个N解导数 加来这地方呢 就是一个N次方 好吧 就是一个N次方 这就是我们这个推导过程 有了这个推导过程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二连函数的N接配领公式的这个表达形式 那么发这地方的这个推导呀 我们先擦掉一点 它擦起来又挺慢 是吧 但是呢 上面这个符号呢 我再次先给你们保留一下 好 我们写这块地方差不多了 我就把下面的这两个擦掉就行了 这个不像黑板叉 这个软件的话呢 功能还是 好吧 那么下面 我们就把这地方的这个排领公式的形式 φ7呀 在这一点的展开形式呢 就已经写清楚了 φ0是fx0y0或者是f70 第二下的话 那么就是x-x0 乘以贴贴x 再加上y-y0 这下面就作用的是 x-x0-x 再加上y-y0-y 说起来它的n次包 作用在函数F 在P点点的值 再加上对应的这个语项 对应的这个语项 好那么 条一元函数的排列公式 我们就给出来了 我们再回到原问题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了一个 Pxy点的那一点的展开 所以介绍的最后 我们再将T等1 带进来 那么这下就是费1了 费1又是谁呢 费1不就是这个 这个函数 在这个xy点的函数值吗 对不对 所以就得到了 xy点的这个函数值的展开 当然你把T等1 带进来的时候 余项里面的T等1 也要带进来 那个余项呢 我就不详细来写了 好了那么 有了这个二元函数的 开的公式之后啊 我们再和一元函数 对比一下 来给出我们这一方的 所谓的极值 那么它的这个函义来 好吧 上面这个我就擦掉了 大家首先你先回忆一下 一元函数 当时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判断极值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二元函数呢 我们也有一些判断极值的一些方法 那么它两个之间 从几何上面来说的话呢 给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的话呢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也就说是 你那个开理公式 相当于是给出来的函数 在某一点处 近似于一个多项式的一个样子 是不是啊 近似于一个多项式 那么你就想一下 那些多项式的话呢 那么分别 应该是什么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个一元函数 二元函数呢 做一定的对比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 它这地方的 判断极值的这个含义 以及的话呢 开理公式的这个近似 这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我好多会擦到这儿了 太非劲了 来下次应该换个软件来先 好了 那么我们从一元函数出发 我们来考虑一下 这个这里公式 以及它相应的这个极致问题 好吧 那么这时候呢 一元函数啊 我们来用fx来表示 它的一个点准开了 那么就是fx0 加上f1x0 除以1的阶层 乘以x减x0 再加上f2x0除以2的阶层 然后再乘以x减x0 再加上高阶下 高阶下呢 我们就用这个 减落一下 好吧 就是这个形式 对不对 好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们最初的话呢 是不是用一阶导数来判别 这个点 是不是它对应的 这个极致点的 记不记得 好 那你用一阶导数来判别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呢 x要充分地靠近x0 靠近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 后面的这个 x减x0的平方 以及加上这个高阶下 那么应该是 x减x0的一次方的 高阶层层下 对不对 既然是它的一个 高阶层层小的话 所以这小的话呢 你的函数呢 写出来应该是这个样子 fx减去fx0 应该是等于 f1-x0 乘以x-x0 再加一个小欧 x-x0 就是这个形式 就这个吧 就这个的时候呢 你就记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阶导数 那么事实上呢 就可以判断 这个点到底 是不是它对应的 这个极致点了 是吧 如果你的f1-x0的话呢 是一个 在x0这一点 是一个大一年的 我们一点点的推 这个如果是大一年 大一年 那么说明这一下大一年 那么整个的这个 就大一年 我就不再多说了 在这个小铃鱼里面 它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式 这个大一年不就说明 fx 那么就是大于fx0 从而说明 x0是不是 是它的绩效几点 是它的绩效几点 那么函数的话呢 这地方的倒函数 在那一点的话呢 要单增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你就想象着它的切线 是不是慢慢地再增加呀 对不对 在增加的 主要的一个形状 我说错了是吧 小时间推到二节倒出去了 还没有啊 还差一些 差一些功能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仍然是擦掉一点 我再重新说 如果大一年或者是小一年 那么这个地方呢 都可以说明这个地方呢 不是我们的绩制点 不是我们的绩制点 因为你看 如果你的fx0大一年 你是不是还要重振一下 是吧 我刚才把两项发到一起去了 那么这样呢 就说明什么现象呢 在这一点的附近 在这一点的附近 在左边 x-x0是大一年 这边就是正的 这一下就是正号 而在右边呢 这一下是不是就是负号 对吧 一向正一向负 所以就可以说明 这个点呢 一定不是极制点 一定不是极制点 那么什么时候是极制点呢 大家记得 我们原先的话呢 给出来了一节倒数的判别的时候 是要求的是什么 是不是是 左淋于如果是单减 右淋于如果是单增 那么也就是说一节倒数 在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一节倒数啊 我现在两个符号 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下面这个符号呢 表示是整个的这一段 而对于我们的判别定理呢 说的是f1px 在左淋于里面 就是x到x0的这一段 x小月x0的时候 那么它是负的 是吧 然后f1px 在这个右淋于里面 那么它如果是正的 这边是解 这边是正 对不对 这边如果是解的话 这是负号 负号再乘以这个负号 就是个正号 对吧 这边的话呢 是个正的 那么这边本身xx0也是正的 所以也是个正号 那么这样得到的x0 才是所谓的极小值点 对不对 一边f1p是负的 一边是正的 那么这是极小值点 一边是正的 一边是负的 那么就是极大值点 这是我们给出来的 这个判别 那么到了二阶导数这个地方呢 我们40上的话呢 也就是说 考虑的是 注点处的这个情况 那么既然是注点处的 这个情况的话 那么大家就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是 那么就是说明 一阶导数呢 是等于0了 一阶导数等于0 那么得到的是这个 二阶导数 这一项再加上它的高阶五重小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呢 也写出来 就是我们学东西的话呢 一定要前后的话呢 要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 好 fx减去fx0 是不是就等于 二的阶层分支 f2-x0 乘以x-x0的平方 再加上小O x-x0的平方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注意到 因为x几x0 当x不等于x0的时候 这一项呢 总是大一年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 二阶导数的符号就可以了 二阶导数大一年 那么这个 这边就大一年 从而就说明 fx就是大一等于fx0 从而fx0就是计较值 对不对 反过来呢 就是几大字 反过来就是几大字 好了 这个情况呢 我们已经听出了之后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相应的 它的公式 给我们的近似 就是它近似 一个多项式 说明的是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你想一下 也就是说是 对于前面的 这个一阶多项式而言的话 那么你的fx0的话 那一点的值 那么如果不等于0 那么它肯定就不是个极致点 因为我们说 你那一点如果可导的话 它一定 极致点可导的话 一定是等于0 对不对 这样才会出现 我们刚才的那个判别 如果一阶倒是连续的话 一边负一边正 那么几小几 一边正一边负 是值大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它对应的 这个一阶的函数形式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多项式形式 fx0 加上f1-x0 乘以x-x0 对不对 约等于这么个式子 是不是约等于这个式子 那你约等于这个式子 从图像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过了这个x0点 这是fx0点 这是x0 过了这一点 fx0如果不等于0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近似于这样的直线 或者这样的直线 或者这样的直线 对不对 最少呢 它就不是几十点 要是几十点的话 它这一点的值能 必须要等于0 必须要等于0 好 那你再来看二阶导数 那么你如果一阶导数等于0了 那么这一地方的式子 就近似等于这个形式 二分之它 再乘以x-x0的平方 是不是约等于这样的一个形式 而这个形式呢 又表现什么意思呢 fx-fx0 是不是就是一个刨物线的样子 是吧 是个刨物线的样子的话 那么就说明 两阶导数大于0的时候 那么它将来近似 过这一点的一个抛护线 开口向上的 如果小一点呢 它是不是就是 开口向下的抛护线 对吧 我们还进一步说了 二阶导数如果等于0呢 我就不知道如何来看见 我是不是要展开高级下 继续来看 对吧 所以它二阶导数 有可能等于0的时候 有可能凡数是这个样子的 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就要进一步展开 那么对于二元凡数而来延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光看是注点的情况 理解导数的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你如果是注点的时候 理解导数的项呢 等于0 这个项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项没有的话 你看看 Fxy解去Fx0y0 它事实上呢 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是一个二次多项式的样子 二次其次多项式在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特意地讲了二次曲面 记得吧 二次曲面的标准形式是什么样子 你要么是椭圆的 要么是那个麻面的 是不是啊 还有各种曲面的形式 那么你就把和那地方的这个曲面形式的话呢 联系起来 那么联系起来就会得到 我的图呢 那就重新弄一个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二元函数 Fxy解去F0 在注点处啊 那么它一个等于这个形式 二的阶层分之一 是吧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开一点吧 Fx这个P0 乘以X-X0的平方 再加上两倍的Fxy 在P0点的这个还是值 再乘以X-X0 再乘以Y-Y0 然后再加上Fyy 在P0点的这个值 乘以Y-Y0的平方 对吧 就是约等于这么一个多项式 而这个多项式的话呢 我们说对应的二次其次多项式的 它的那个系数 如果那个特能值全部大于0 那么就相当于 你最后就可以把它转化为 就是两个平方核的形式 那么它的图形的话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形式 这是X 这是Y 这是0 假如说这是P0点 如果是两个平方核呢 那么不就是一个 破源泡沫变的形式吗 对不对 破源泡沫变的话呢 它当然有可能开股向上 有可能开股向下 是不是 不管是开股向上也好 开股向下也好 那个点呢一定是极极点 这就是你们上节课所说的 那个AC 减壁平方大于0 对不对 这是AC减壁平方大于0 减壁平方大于0 编写A大于0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那个 AC减壁平方小于0呢 那么就是开股向下的 这种泡沫线 这种椭圆泡沫变 所以它对应的就是 AC减壁平方小于0 A的话呢是 不大于0 这个是小于0 对吧 对应的是这个 开股向下的形式 二呢我们还有一种形式是 AC减壁平方小于0 而AC减壁平方小于0呢 它四上是那种麻面的样子 麻面的大家知道 是不是是两头撬下去 两头吹下来的 对吧 所以这是有正有负的 当然麻面的这地方 我就不好画了 不好画我就不画了 所以这条呢 一定要和启合的 这个相关的东西 要多联系一点 那么至少的话 你对这种问题呢 理解起来就比较透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还希望 大家把这一部分相关的 这个知识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以二元函数为主 你能够把它推广到 三元函数 四元函数 n元函数当中去 那么推广的话呢 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种三元函数呢 你要知道 它对应的这个开领公式的样子 应该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是在x0 y0 z0点展开 对不对 展开那么下面的这一项呢 写出来应该是几项 x减 x0 偏x 再加上y减 y0 是不是还有偏 y 还有一项呢 就是z减 z0 还有偏 z 是这么一个函数 把它作用在f 在p0点的值 这时候的p0呢 指的是x0 y0 z0 三个作标的 那么同样的 它的二阶导数项呢 也是二横积 那么就是那一项的平方了 tx tx tz z减 z0 tz 扣起来平方fp0 对不对 那么一词微推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它任意接的 这个特点公式 那么当然 这地方第一个平方 平方也是一个 二次其次多项式 就是三元的 三元的二次其次多项式 如果是n元 还是我们的地方就是 就是n元的 这一个二次其次多项式 所以的话呢 就刚好和你们 千千单数上学的 二次其次的话 就平方起来了 是吧 你说是那个二连函数 我还可以让一点点的证明 三元函数 你这样来要分析的话 就太麻烦了 你想你除了提 ac减 b平方的话呢 这种大一点 你是不是还需要 一个条件最少 对吧 你就是你把它 那个配方的话 你应该也有 三项的平方核嘛 三项的平方核 对应的那个平方前面的系数 你都要给它提条件 这就很麻烦了 这就很麻烦了 这个是这个 开车公式这个地方 那么对应的这个 其实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来判别 也是一样的判别 这是我们先讲的一点 理论的东西吧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再回到 我们上节课的话的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同学 给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所以呢 我们把他的想法拿来用一用 大家记得 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例子吧 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例子 对吧 这个例子的麻烦 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 是不是就是说 你求出了一个点 到底是不是极小值点 我们好像一眼看不出来 因为它不是在定狱里面的 它是在一个限制的 一个区别上面的 是吧 这时候呢 我们不好判定 不好判定 所以呢 我们同学就给了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同学这个想法呢 很有天才 它的想法呢 换圆的方法 换圆法 换圆的话呢 比方说是把x分之一呢 换成u 把y分之一换成v 把z分之一换成w 好的 你看这条不就是u加v加w 是不是等于某一个常数 刚才这边换个大a好了 是吧 这个呢 就看着变得简单一点 然后呢 再把对应的这个 求函数的这个形式呢 我们就改写成 这个是uv 那么对应的应该是它的倒数了 是吧 我们要求u乘v乘w 这个函数的 在这个条件下的几大值 就是可以改写成这个 对吧 改写完了 求出来的点呢 我们最后再给它返回去 让u呢 等于x的g 让v呢 等于y的g 让w等于z的g 再换回去 再换回去 你看在这个条件上面 我们再来求 这一个所谓的几大值的话 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对吧 不光是题目变得容易 而且容易判别 容易判别 那么下面 我就再继续往下写一写 那么对应的 那个老师还说 l u v w 还有一个 乘子 lambda 是不是 等于u乘v乘w 再加上一个lambda v等u加v加w 点1 是不是这么个式子 对吧 好 这个式子的话呢 我们这小呢 就后面就很容易求出来 这个函数 关于x 和关于u的导数 不能再写x v w 再加上lambda 等于0 还有l v的话呢 等于u w 加lambda 等于0 l w 等于u乘v 再加上一个lambda 等于0 最后还有u加v加w 减去一个大a 等于0 是不是就得了 这么个四个式子 把这四个式子 搭通呢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呢 看一下 它跟的这个式子 是这两个相乘 等于它 这两个相乘 等于它 这两个相乘 等于它 嗯 我们把它的话呢 就是稍微变一下形 那么就会发现 是不是这地方的 u等于v等于w 然后再带到 这个式子当中来 那么事实上 就得到 它是等于三分之a的 对不对 既然是等于三分之a 那么就说明 这是唯一的这个注点 唯一的注点 唯一的注点 是不是极致点呢 那我们在v的前面 原来给的这个条件 是xyz的a呢 都是大一零的 那么说明 这地方的u v w 以及大a的话呢 全部都大一零 大a的话呢 那你的限制条件 是不是就是第一华线 当中的一张区面啊 xyz 不是 uvw 这一张字母 uvw 这是坐标原点 那么它四张呢 是限制在张的一张 三角形区域的张的一块 平面区域上面 对不对 平面区域上 而这个平面区域上面 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函数的一个注点 一个注点 现在只需要说明什么呀 在边界的地方 这个函数的话呢 不可能达到这个极大值就可以了 是不是 在边界的地方 那么对应的是谁呢 是不是 这个u等于零 v等于零和w等于零的 三个表达形式 你想在这一条线上 那就是w等于零嘛 而w等于零对于这个函数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是零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得到 这个函数啊 在那个什么 uv零 另外的其他的边界上 都是一样的 我写一个就行了 是等于零的 而这个函数值呢 在离开原点之后呢 这个函数值 是不是都是大于零的 对不对 离开边界之后呢 这个函数的值呢 都是大于零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明啊 说明这小边界数呢 不可能达到函数的这个极数 而唯一的这个注点处的话呢 显然它的值值比这个值要大 这应该是个极大值 不会是几小值 最后呢 再利用这个换原方法 而变量的再换回来 把这地方的uvw 再换成XYZ的表达形式来 好 那么对应的是 X分之一呢 就应该等于一个三分之A 那么就是 是3A了是吧 3A Y呢就等于3A Z等于3A 就把这个问题呢 就很好的解决了 这就是给的一种 用拉格朗日函数方法 它通过化验之后 我们来求解的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他的两种方法 还能不能用呢 我们是不是除了这个 拉格朗日函数法 还有什么方法呢 是不是还有 七度平衡法 代入法 是吧 你如果变成了 U加V加W等于A的 这种形式 你代入也是个 很简单的想法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你代入也没问题 比如说你W等于一个 这是U乘V 等于一个A解去U 再解V嘛 所以把它变成了 一个二元函数的 一个无条件极致嘛 当然里面的U和V呢 要大于0 在第一项线当中 去求它的极致点 所以这时候呢 代入法 代入法也是很好用呗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说的 那个T度平行方法 就这个题目来说呢 也很容易啊 因为T度平行法嘛 你是一个条件下面的 刚好对应的 两个T度平行 所以呢 你直接用T度平行法 去求解就可以了 比方说这个大F 它对应的T度 那么就是什么 V乘W 还有一个是U乘W 还有一个是U乘V嘛 而这地方的相加 等于1 那么它对应的 这地方的T度 是不是都是11 而这三个T度 是不是相当 分量乘比例嘛 分量乘比例呢 你得到这个式子 那你立马就可以得到U等于V等于W 所以T度平行法 对一个约束条件下那个 这是非常好做的 非常好做的 这个题目的话呢 自从看到我们同学 那个留言之后啊 我就想 那你就换成这个解法的话 我们这个题目相对来就容易一些 这样呢 也就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说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某些部分 它的整体 去把它转化成比较熟悉的 那一个条件极致 或者说约束极致 可能就好算一些 这个想法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是我们今天先完成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那么就是看一下大家 V主教上面 所做的这个题目 做的怎么样 还有一个是留言 先看一下留言 因为部分留言呢 就是我们这个答题当中的话呢 那么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 首先 从10号开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问题都有些什么 等会我们讲的时候呢 也做到有一方式 有些问题呢 我就顺便回答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 已经打青星了 因为我刚刚学会 怎么打青星 在前面 我试了几次都没试出来 无意当中 发现呢 是这样子点青星了 就是把这一个头像给它点开 就可以打青星了 我的规则是这个意思 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的分数 分别是一分两分三分吗 还是几分我忘了 反正是分数越来越高 然后呢 就要是问题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只要你提问了 不论话问题是错的 至少也有一颗星 但是呢 你要是提的问题的话呢 也就是说是 属于这种 书上问的一个问题 我不会做 老说我不会做 那这种的话呢 我一般给你两颗星吧 好吧 反正算你问问起了 什么时候就三个星 就是说那个问题 你确实做了 你也说明了 你做的哪里不对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有所思考 才提的问题 那么我就给你打三个星 所以呢 我学会打星星之后呢 我就今天上午 就把所有的 交上来的 那些问题呢 都给他打了一心 像这个同学呢 这个是属于同一个问题 我就只打一个 好 先说一下这个星星 说完了之后啊 我们下面来看问题 第一个同学的问题 问的是这个 注点不应该是函数的内部吗 为啥 条件函数边界上的 那个也算是注点呀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呀 大家知道 我们是不是给了这个 拉格老师函数法 求解的方法 拉格老师函数法呢 自上是你把条件呢 想办法 和那个目标函数 放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得到的注点 自上是在约数条件 或者约数区限上面的 那个注点 明白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 那个注点啊 就像我们同学说的 为啥条件函数 边界上的 那个也算注点 当然算注点了 只是不同意义价说的 注点而已 就比如说是你拿 你给那个三连函数 你来求几值 刚才来提摩 是吧 我把那个约数条件 带进去了 带进去你不就变成了 二连函数吗 二连函数 它当然有注点了 对不对 二连函数的注点 和你原来的目标函数的这个注点 显然是两回事了 因为你目标函数的注点 是三连函数的话 它的注点应该是 在它的定义里面 是一个三维的一个注点 对不对 而你带进去的 而你带进去的那个是一个二维的一个注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就是说是你用的多了 自然就熟悉了 这个关系不大 那么它这个相应 这个和这个不是一个同学的 那就是上面这个 我搞错 我还以为这两个是一个 好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 你看一下就是我们答题那地方的一个问题 是吧 记得这个问题我们过后再讲 因为它截屏截的也不全 所以呢我不方便再往上讲 这个和刚才那个是同一个了 我点错地方了 这个也是我们这里面的问题 像这种图片似的 我们就暂且先不回答了 休息一下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ri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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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家的电池 也是最值点 我吃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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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地方的正确率比较低的这几个题目 首先第一个吧 就是说你在这个坐标原点处 是负大是负的那是负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它不是几点 那么第三个呢 这地方一看应该就是一个极大值点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负大量的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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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负大量 外面还有一个y的平方 y的平方也就小一点 二分之一 就是太大了 再小一点 三分之一吧 四分之一吧 再小一点 好吧 一个小零一里面 那么这时候能够说明 它是小于圆点的还是值 那么这时候圆点 就是它的这个极大一点 还有最后一个题目 这个是xcos y 加y3nx 像这种函数的话呢 也就是说是 我们在木块里面 也开始换了它正用的这个图形的 正用的图形 那么坑坑洼洼的 圆点的值的话呢 大家一看呢 就是个零嘛 所以你就找一下 在圆点的附近呢 找一些曲线或者说直线 哎呀 那么让它的函数值 有正的有负的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有正的有负的 我们选择哪几个呢 我们选择哪几个 在圆点的附近 你随便选 圆点的附近 你看xy都有正有负 的嘛 你随便选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是你选择第一向线的点 它肯定都是正的吧 求偏导数啊 干嘛求偏导数呢 为什么要求偏导数 没必要吧 不需要去求这个偏导数 你看它第一向线的值 是不是都是正的 所以你干脆的话呢 就让y等于x的这条直线上来选 它的值大于零嘛 没问题吧 这不就是xcosx y3有y 当然这时候呢 我们让x大于零 OK 就是在第一向线当中 我们选了一个色线 一个色线 选了一部分 就是选择的这一部分 对吧 这个上面呢 它是一个正的 那我们再选一个上面 它是负责的 不就完了吗 当然这时候的x呢 大于零 我们让它在小一零吧 好吧 在小一零 x大于零 小一的时候 在线段上面 那么它的值呢 是正的 再选一个负的也好选嘛 平常说是z等于 注意三零是一个极函数 cos呢是个偶函数 所以呢我们选择 负x x吧 那么这小的它的值呢 是直接等于一个负的x cos cos x 再加上 加上 加上 加上x 三零 x等于负的三零 这不是减去一个x 三零 x吗 对不对 它这时候就小一点 我们把x 限制在这个范围里边 所以这时候呢 应该是取的是哪一个呢 这一部分 这部分上面是负的 是吧 一个正一个负 那不就够了吗 你再小的这个领域 那么都包含了 有正有负的值 所以就说明 它比原点的还是值得要小 因为原点的还是值得等于零的 连接还是值得等于零的 这就是用定义的方法 我们来判别 函数的这一个基础 下面百分之九十八十五的 我们就不看了 看百分之六十四的 和百分之六十七的 这两个 这咋是一半呢 跟这个连在一起的是吧 好 那么这个题目呢 私上是一个相当一个组件 一道完整的题目 我分成了三个 它是说 从这个函数的极值 请完成下面的解答过程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第一步 先给出来了这个函数的 七度等于零 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呢 检查一下 这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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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也没问题 点呢 解答是四个点嘛 就是四个点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解出来是什么 X加Y 等于 负的 两倍的X的地方 还等于两倍的 负的两倍的X的 Y的三次方 是这样吧 那么进一步 那你就可以 把它呢 解出来的点 是 这个 这个还要带入吗 那么这时候呢 就得到的是 两倍的X的三次方 是不是 减去两倍的Y的三次方 等于零 那就是X三次方 减Y的三次方等于零 从而可以解出来是 X等于Y吧 是不是 X等于Y 那你就把X等于Y呢 带到这个里面去 那么就可以解出 我们下一个点 好 那么你把X等于Y 带进去 这是两倍的X的四次方 两倍的X的四次方 我要算什么 我还没解出点来呢 这四个点是怎么解出来的 一带进去好像都成立 是吧 你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的不成 肯定不是用这个 这两个连力解出来 我怎么解的 还要带到一个四次方 那你就带进来吧 就是四倍的X的三次方 减去四X等于零 从而可以算出来 X等于零 还有X等于正乎一吧 X平方减一等于零 正乎一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Y的话 应该也是等于零 或者正乎一了 是吧 那么所有的就有几个点 负一负一 零零 一一是满足的 这个不满足吧 是不是 解出来三个注点 ABC OK 这是第一步 算了算了 忘了干什么了 好了 我们继续看 第二问 这算什么 你用判别式 那么来判别 哪些点呢 是几几点 最后呢 你把相应的二阶档数 一阶档数 我就不算了 要白要回过去了 算出来呢 哪个答案是正确的 64% 还有同学算对了吗 这个是一个多选题了 最后算出来 是ABC这个答案吗 这时候呢 看一看我们同学的 错误答案的 显然是有漏选的 是吧 有多选的 ABCD的 还有少选的 ACBC的 还有C的 还有ACD的 也就是说是 有一个选错的 最后呢 ABC呢 就得到了这三个答案 我们看一下 P1是极小值点 P2呢 不是极值点 P3呢 是极小值点 那么P4呢 是什么 极小值点 这个不能选 是错误的 错误了 看来我们同学的问题呢 主要就是第四步咯 记忆普利用 极值的定义 可以判断 P2这个点 是什么样的极值点 对吧 好了我们就回到 原期达中了 来看一下 P2这个点 也就是坐标原点 这个不是它的极值点 是怎么判别出来的 跟前面的方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的整理成 平方和平方 它就是平方的代数核形式 这是第一步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可以整理成 X的四次方 X的四次方 加Y的四次方 这都是正向 最后这个减的呢 定在一起 这是X加Y的平方 前面是个负号 所以呢 你既然有正一负 你肯定就会担心 在哪些地方呢 可能取得负值 在哪些地方 肯定一定取得是正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想法 就非常自然 第一件事情 我们想取正值的话 我就让X加Y等于0 在这条线上来取 对不对 在这条线上 X加Y等于0来取 那你的函数呢 这时候在这条线上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X Y就是负X 它呢就是X的四次方 加到Y的四次方 四次方就是两倍的X的四次方 一定大于0 对不对 在这条线上 一定是大于0的 还说在坐标远点的值呢 是等于0 这个你要值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找负的值 你看负的值从哪去呢 那么显然这时候呢 这一下呢 我们要以它为主向 那么四次方向呢 我让它高级无穷小 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XY应该取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 我这时候呢 让X加Y呢 这一项是个正的 让它不要 比如说等于0 不要出现 所以这时候呢 把Y呢定乘X就可以了 这样呢 写出来就是一个负的 4倍的X的平方 加上2倍的X的四次方 那么显然 在X在什么范围里的时候 这个式子呢 是小于0的 把2倍的X的平方呢 提出去之后 是不是是一个 2倍的X平方减2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勺的X的范围 你比成 0到多少 你让这地方呢 让它取负的 让这一项呢 比这一项要小 那么就算一下 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X平方小于2 那么让它小的根号2就行了 小的根号2 小一根号2 让它的格力值 小的根号2就行了 所以在这一条线上面 它的取值的话呢 是一个负的 在这一条线上面 取值是一个正的 一正一负 是不是找到了 所以呢 怎么样找到的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 跟我们这地方证明 那个 用太队公式去证明 其实的充分条件的 那个方法类似 就是你要选择 使得它呢 去正去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注意一下 这个题目的 这个第三位啊 次实上是一个 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题目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学就注意一下 这个第三位呢 这个解答 那么也就是说 和我们这个第二问的解答的话呢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这P2不一定是 即时点 你是要分去那地方 判别的时候 你要仔细一点 那么最后呢 经过判别发现了 它不是即时点 答案来选C OK 这个是蓝点了 好 那么下面来看 第二组题目了 再返回来 这是9-5-3 9-5-2呢 走不走啊 没有啊 5-3 5-1 为什么我们的题目不见了 我明明客前要看还在吗 哪个地方出的问题的提不见了 这个是5-1吗 这是5-1吗 这是5-3 5-2呢 5-2刚刚还在 那我就再往回退一遍 看看跑到哪里去 刚才才看到了 在这 刚才肯定是那个网卡了 所以到不了下面来 这个我们同学教了110个同学 那么说明还有30几个同学没教 答题的情况是这样子 95 62 60 第一个题目居然达到了95 说明了很不错 对于这个拉格老日函数呢 肯定都会写了 这个我就不讲了 如果是其他个别同学的问题 你下来就来问 我们不耽搁课堂的词诫 下面来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 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条件其实的这个理解 我们同学的给的答案呢 是这个样子的 ACD选择的比较多 那么写来的话呢 有同学呢肯定是录选了 AD呢选择的多一些 C相对来说少一点 B呢选择的几乎没有 3.64% 那么我来把图片放大一下 我们来一条一条看清楚 放在这儿 所以这个函数呢 约数条件下的极值 可以转化为拉格老日函数的无条件极值 这个前面 事实上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设拉格老日函数的这一步呢 就给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主要就是对这个式子的一个理解了 我们转化为无条件极值之后 我们利用那个七度等于零 求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点 求出来是注点 是可能的极值点 对吧 不一定是极值点 我们求出来的话呢 有两种点 一种点的话呢 就是圆函数的这个注点 就是圆函数 比如说是我给你画一个等值线的图 假如说这是它值等于100的地方 是吧 这是值等于90 80 70 60 OK 我把数字标上 70 60 80 90 好吧 这是等值线 那么你这条的约数区线呢 小h xy等于零的这个区线呀 它有可能的话呢 是跟这地方相切 那么得到就是我们的极值点 对不对 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 相切但是又被穿过去了 这种点是不是也是可能的极值点 也是我们求出来的点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7度f 平行与7度h的那些点 这个是a 这个是b 我们这是要求出来的是这种点 那么还有一种点是什么点呢 就是说你的约数区线呀 有可能就是过了原来函数的这个注点 约数区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通过了这个注点呀 那么这个注点如果是原来目标函数的 就是没有约数条件下的极值点的话 那你现在就是的 像我现在画的这个图形 那么它应该就是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它的注点又可能不是它的极值点 对不对 而这种点的话呢 满足的就是这个7度f等于零 7度f等于零 那么你把它和这个函数的 对应的7度等于零 那么你结合起来来看 你看看分别是什么呀 它的这个L的7度 是不是等于7度f 加上一个lambda 7度x 本于零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h等于零 这个条件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这么多 你看这地方的 7度f等于零 对应的是不是恰好 就是那个lambda 等于零的时候的情况 对吧 而下面的这种情况呢 对应的就是lambda 不等于零的时候 刚好是它两个7度平行嘛 是不是这两种特殊情况 这两种特殊情况 大家就读一下 看哪些是对的 那就选哪一个 所以第一个说的是 7度lambda等于零的点 一定满足7度f和7度h平行 第二个呢 说的是7度等于零的点 一定是所求的极致点 这个肯定是错的 我们是可能的极致点 第三个呢 说是它的点 有可能是fx的负点 这个当然也是对的咯 第四个的话呢 说的是这地方的满足的点 有可能是它的等值线 与约束区线 可能是 只能是可能是 因为是可能的极致点 这个也是对的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也是对的咯 第一个你看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7度f 7度h都不等于零的话 两个平行 当你7度f等于零的时候 它和7度h是不是也是平行 没问题吧 一个等于零嘛 零时代有任何时代平行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两种情况呢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就是在选 a c d 我们同学露了哪一个呢 有同学是不是不想选c啊 你为什么认为约束区线 一定不过来的注点呢 它有可能精怪 它说的是可能是这个小fx的注点 可能是 因为你的约束区线 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地方并没有详细强调 就是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吧 就是说你这地方 你算出来的式子 是不是是这个 而这个的话 对应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7度f等于零时代的时候 零时代和任何时代平行 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是 零时代不等于零的时候 是两个非零时代的平行 非零时代平行 就是相切关系 如果是零时代和一个时代平行 那么就可能是过这个注点 那么我在课堂上面呢 我给大家画个图形的 我说有可能过注点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留意一下啊 这个题目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定的年限的 比如说蛮早的这个题目呢 就出现过 始终的话呢 比如说这地方的问题呢 回答不好 我们能导达62%的正确率 已经很高了 第三个题目呢 正确率60% 解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 那么求解方法的一种 看看我们同学答案是 ABC2 D有15.18% 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看ACD 有少选的 有多选的 还有选错的 好 看完了我们同学的选项 那么下面我们就回到这个题目当中 那么一条一条的看清楚 说是求一个二元函数 在这个约束条件下的极值 问你方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带入法 将约束条件的 X等于2-Y 带入目标函数 求这个 带入目标函数之后呢 转化为T元函数的一个极值问题 那么问题啊 这种是属于降维 带入目标函数 属于降维去解这个极值问题 第二个 它说是利用这个原问题 可以转化为T度Z 就是它了 和这个T度G约束条件 那么下面的点 我们事实上呢 这个推导的过程当中 那么也就是要注意啊 这种平行里面的话呢 包含了那个T度Z等于0的时候 等于0时量的时候 是吧 这就是T度平行法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第三个呢 是说的是原问题 可以转化为三元函数的 无约束极值 三元函数呢 是什么呀 不就是生的一围吗 生的一围就是 拉格朗尔茨函数法 拉格朗尔茨函数法 你看看 它是去加了一个 Lambda的这一件 多了一个变量 多了一个变量 是求它的 这一个无约束极值 所以这小二的 这种方法呢 也是对的 这段题目呢 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我们这一个 一个约束条件下面 我们对应的 约束条件 极值的求法 和三种方法 我三种方法给你摆在这个地方 检查一下 都没问题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 给的一个题目 那么像这种题目的话呢 你应该把它保存下来 总要给一个错的嘛 所以最后这个 极值算错了呀 OK 那有同学呢 百分之十五点几的 同学还选了它 是那个极值点算错了 还是说是极大值 这一个判断错了 是哪一个错了 你从这算一下嘛 算这个能简单一些嘛 是不是啊 三倍的y减去三分之四 三分之二的平方 再加上多少呢 加上四 再减去一个三分之四是吧 所以得到的是三倍的 y减去三分之二的平方 加上三分之 十二 三分之八 对吧 那么这张呢 你得到的y是等于三分之二的 那么x呢 是等于多少呢 x算一下是等于 等于二减三分之二 那么就是三分之四 所以是三分之四 三分之二这个点 好像是对的 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呀 极小值点嘛 对不对 开口向上的泡物线 所以是个极小值点 最后呢 是这个极大值 极小值这个地方错了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同学还是要留意一下 你算的是什么 要清楚 好 那么第二套题目呢 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三个方面给的 第一个就是拉格老子函数 看一会会写 第二个就是对于拉格老子函数方法的理解 第三个呢 就是具体的 拉数条件机制的求法 有几种方法 方法总结 对吧 每一道题目的话呢 我都是有跟对性的 好了 这三道题呢 就到这地方 我们下面再来看最直这个地方 我们给的题目呢 有点多啊 七道题目 正确率的情况呢 检查一下 77 85 96 68 27 34 还有一个80 那么我们同学的问题呢 应该是集中在哪几个地方呢 第一个题目当中 有同学呢 也问到了问题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题目要说一下 这个呢 正确答案呢 正确答案 解析我还没有 我上当 ABC是吧 ABC 那么B呢 就是不对的 这个题目呢 给出来的是二元函数 在约数区 在一个 在一个原域里面 那么要求函数的这个最值 这个函数要在原域里面 来求它对于的最值 首先呢 在内部 所求的两个 这个注点 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不对 求出来的就是 6x-2x的平方 等于0的点 以及 6y等于0的点 所以呢 算出来 y是等于0的 x呢 算出来 一个是等于0 一个是等于 等于0 三分之一是吧 不对 我早算的呢 等于3嘛 我这写错了吧 等于2是吧 等于2 所以呢 就是00和20 这第一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在边界下的 我们有同学就问到了 为什么在边界上 有四个注点呢 在边界上 我们这时候呢 算出来 确实是这个 四个点的这个量子 那么四个点的这个算法 一个呢 你可以用 拉格老师函数方法 去计算 你函可能的话呢 你就代入方法 去计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小的话呢 你如果用 拉格老师函数方法 解出来的 确实是四个注点 这个没有问题 我还特意呢 今天上午又算了一遍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是用的是代入方法来解的 你如果用代入方法来解的话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代入方 大家看看 原来的函数样子 我们显然把 y平方等于16减x平方 再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函数啊 就是在 y平方等于16减x平方 这上面 函数值的表达形式 就变成了 3倍的x平方 加3倍的16减x平方 再减x的三次方 整理一下 那么就得到的是 负的x的三次方 这个是减3倍的这个约掉了 是吧 再加上48 就是这么一个一元函数 这个一元函数的话呢 我们又注意到 x这个变量的范围 那么它是在正负4之间 就是x的正负4之间 所以呢 我们在解这一个式子的时候 你让zx 它的一阶导数的话呢 等于0 那么得到的43是 负3倍的x的平方 等于0 算出来由x等于0 x等于0 你从而计算出来 y应该是等于正负4 实际上只算出来两个点 对吧 只算出来了两个点 所以呢 我刚才说 你为什么算了4个点 但是你别忘了 x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4的时候呢 对应到那个4 x等于正负4的那个端点 刚好是y等于0的那个点 它也是对应的函数那个注点 也是函数注点 只是因为你用带入方法的时候 刚好是脚点 但是你用那个 就那个 那个老人寒数方法的话 它是一条完整的一条空地曲线 光滑的 整个都是光滑的 所以呢 最后求出来就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OK 所以这双不同的求法 就会导致呢 这地方所谓的这个注点 有一点区别 有一点区别 所以呢 你要认真地检查一下 我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第三个 就是比较 这内部的两个点 和边界上的四个点 那么它的值呢 进行比较 得到的最小值呢 是-16 那么最大值呢 好像是算错了 是吧 最大值的话呢 对应的算出来是哪一个值呀 -16 -16 十个几 -16 -16 -17 -17 可能是118 -22 -22 -22 -12 -22 -22 -22 这么大 好 反正我就记得 我当时是把一个正确答案 改成错的 子余是怎么改的 我忘了 我只是 卓中检查了一下 那个第二位 啊 然后 这时候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代入法啊 和拉格朗日函数法 求出来的注点都一样 那么下面我们再把 拉格朗日函数方法的求解过程 再看一下 拉格朗日函数L的话 就等于3倍的x平方 加3y的平方 减x的三四方 加n倍的x平方 加y平方 减16 对不对 那么你关于x的导数 那么出来 写6x 在这边是减去3倍的x平方 再加上2lm达x等于0 还有的话呢 还有y的话呢 是等于多少 等于6y 加上一个2lm达y等于0 那么就两个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约束条件 我们就直接写上 x平方加y平方 等于16 OK 就是这么三个式子 那么你一定要去算 算的过程呢 你带进去就可以了 这地方呢 可以算出来 y等于0嘛 对不对 另外还可以解出来 当y不等于0的时候 那么解出来 lm达是等于负3嘛 对不对 lm达等于负3 把lm达等于负3呢 带到这个式子当中去 那么你就可以解出来 相应的x等于0的 对应的点 对吧 所以呢 一个就是x等于0 y等于正复4 一个是y等于0 x等于正复4 所以算出来是4的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说 注意一下 不同的方法 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用带入法的话 就注意边界的端点 那么也是属于 可理极致点 就是带入的 用达到老师函数方法 因为它升了一围 升了一围的话 这时候呢 它这个边界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的是一个 光滑边界 好 下面再来看最后的 68的 看有没有同学问过 这个好像没有人问 是吧 我好像没看到这个图片 好 那看27的吧 27的 那么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同学呢 都选错了 绝大多数同学都选错了 我们同学呢 对这一个题目呀 比如说问题最大 这个题目呢 以前呢 我们考试呢 考过一次 结果发现我们同学呢 常常处理错了 他把目标函数的话呢 都找错了 那你这时候的话呢 肯定就算不对了 算不对 也就是说 最后的两道题目 事实上呢 是前面一道题目 和前面一道题目 用错误的方法 也能签算正确的答案呢 但是的话呢 是错的就是错的 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回应一下 这个地方不是说方向导数吧 方向导数的这个最大词的问题 那么方向导数的概念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是不是说 F偏F偏N是吧 在某个P点的这个值 方向导数 你看跟几个东西有关系呢 一个是不是跟这个点有关系 一个是跟这个什么有关系 方向有关系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 你如果固定一个点 那么你要求它 方向导数的最大值的话 大家知道 它的方向导数的最大值 事实上呢 就是去它的七度方向了 是不是 去这一点的七度方向的时候 那么得到的方向导数值 是最大的 固定点 方向 可以变化的情况下 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我们这个题目是固定方向的 固定方向 而点的话呢 是在一个椭球面上变化的 明白了吧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方向 或者任何一个点上面 我都要沿着这一个方向 去形化的方向导数 明白吧 就是说这个是固定的 但是呢 点是变化的 P呢 是属于五个区面 是在这个区面的限制下面 我来求这个方向导数的 这个最大值 所以你现在弄清楚了 我们这个问题 和我们方向 那个七度的含义的话呢 四伤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你如果把它呢 非要理解成 七度和那个平行的时候 得到的最大值 就是这个第二个选项 你如果用它的话 那肯定就错了 虽然说你现在算出来的点 是对的 因为你从思想上呢 本来就搞错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留意一下 这个B是不对的 B是不对的 那么正确的解答 应该是这样子 第一步 先把这地方的七度写出来 七度写出来之后 沿着这个固定方向 它的方向导数呢 给出来 这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这是目标函数 约数条件是谁呢 这些点在妥球面上 那么妥球面呢 就是约数条件了 这是约数条件 目标函数 约数条件上面 那你可以用 那个老日函数方法 去求结论 已经明白了 B为什么不选 为什么不选B B的那个结论是固定点 让它方向变化起来的时候 是七度F和方向 刚好平行的时候 一致的时候 是不是取得 这个方向导数的最大组 反而这一个情况呢 它是点是变化的 方向是固定的 正常呢 在这些点上的 沿着这一个方向的 方向导数的值 直接进行比较 导数了一个最大组 所以这个B不对啊 第二位C这个地方 也没问题了 那么最后就是计算了 利用那个老日函数方法 也可以解决 这少有两个点 代入之后呢 发现这个F2点 是它所求的 这个最大组点 代到哪个里面去 当然代到这个 里面去算 你可以看到 这个点 和你利用刚才的 这个错误方法 成出来的点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很有一部分的同学 选的是B 我们当时这个题目 是考试情的 当中的一段大题 我们突然就写了写 一看答案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当年在那个 也就是说宿教批齐的时候 没人看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发现有很多人批错了 有点照顾的 所以这个题目印象深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特意呢 我又编了一段题目 那么就是下面的 你们这个正确率 只有百分之 百分之三十四的这个题目 百分之三十四的这个题目呢 把它编出来 你们再算两道题目的时候 你算到第六题 你就应该感觉到 第五题有可能选错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不是你用这个T度 用那个T度F平行 以这个矢量N 求出来这个点 和我们最后 用拉多老师的函数方法 求出来那个点 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们求出来是这个点 不是这个点 知道吧 这个时候呢 它是什么样子 我给的是一条曲线 是吧 我记得我好 给了曲线 你给了一条曲线 你给了一条曲线 你的方向是固定的 你在每一个曲线上面的 每一点沿着这个方向导数呢 去算 算出来的话呢 它的最大级就最大级 最小级就最小级嘛 结果最后发现的话呢 和那个错误方法 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得到答案不一样 这就给你的一个警示 也就说明点不同 那么和那个 就是点固定方向电话前 那个结论确实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题目我就不用再讲了 和刚才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百分之六十八的 百分之八十的 那就百分之八十的 这个题目我总觉得没有同学问 没有同学问 看一下时间吧 我们是几点大课 三个钟 三十五 还有四分钟 好四分钟 我们这个班讲一个别的吧 好吧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利用这地方的 空白的地方来洗一下 是这个意思吧 我干脆放旁边吧 是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呢 是这个样子的 ZXY等于 是一个高度函数 我现在改成Z了 75-X平方-Y平方 再-X乘Y吧 再加到X乘Y 那么对应的 这个函数的定义 那么满足 这个函数呢 要大一等于零 因为这个函数 在我们书上呢 是一个高度函数 P的高度函数呢 一座山嘛 一座山的高度函数 那么它的定义 那么写来就是 这一个山 往这个水平面上 投影的这个区域了 对不对 写来这个区域的话呢 满足的方程 那么就是X平方-Y平方 解X乘Y是小一等于75 这么一个区域 好 原文题的话呢 是问你 叫你从这个山底下的话呢 要选择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的话呢 是要选择那个最陡的 而不是选择那个最滚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一条线上面 你事实上要选择的是 一个方向导处最大的 你看和我们刚才的 那个微数教堂的题目 是不是有点像 你从线上面 我要选择一个方向导处最大的点 方向导处最大的点 好了 现在我把问题进一步 深化一下 假如说你选择点在这吧 OK 好 你选择这个出死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呢 假如说你要登山啊 那我每一处 是不是都想找一个最陡的 对吧 那你要找一个最陡的 从这地方出发的话呢 他选择的那个攀登路线 是什么样子的呢 假如说攀登路线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一条攀登路线 我怎么把它求出来 怎么求呢 你从刚开始选择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选择 它推应的这个梯度 梯度方向 那你这场呢 你走了一旦之后 你在这一点处 你是不是仍然要选择 它的梯度方向 这一点的话在哪里 你不能在工程当中去选 从哪选 是不是要投影到 它的定位域上面 去选择一个方向 每一点的话 投影的定位域上 都有一个方向 每一点 那么这场呢 就有一条投影区限了 对不对 有一个投影区限 好 所以你这场呢 要算出来 这个登山路线的话 我们只需要的话呢 算出来这个投影的区限就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它的投影区限 投影区限的方程 是不是就是柱面方程 图间当中的柱面方程 柱面方程和我们这个三的 这个二元函数的 这个区面相交 得到的是不是就是 它的路线 所以你下面的问题 就归结我要求它 它怎么求呢 每一点都和七度方向平行 那你说呢 你假设你这一条曲线的方程 是Y等于YX的话 那么对应的切实量 就是DXDY 它这一个实量 要和谁平行呢 要和这个凡数的七度方向平行 所以就与这一个关系 你看看这是不是化为 我原来给你们讲的那个 我讲的是什么逃跑呢 蚂蚁 那就是蚂蚁 跟蚂蚁逃跑的问题 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不就是要解DX除以ZX 等于DY除去VY 这样的一个方程 求出来之后 和这个三包的这个 三表面的这个方程连力 那么得到就是你的 它的路线问题 OK 我是刚才把书华这道题目 瞅了半天 她带着眼睛瞅了半天 发现她仅仅是问那个 说那个最大值了 所以我把题目改了一下 自己下一次算吧 算完了可以 扒的陈啊 讨论讨论 好的 下面就要准备 第四个章的内容了